大家好 我是湖州石老 欢迎收看石老湖州 这期咱一不说武器装备 二不讲地缘政治 我们来了解 看起来实际又虚无缥缥的股票 首先声明 石老平时虽然也会买一些投资理财 但是自己不炒股 对股市的理解相当有限 只不过平时好多金融从业的亲友都会来问 说石老你那么懂军事 你带来说 你推荐几个军工补 每到这个时候 石老都会露出一副这样的表情 石老不是说没有想过 凭着我丰富的军事知识赚个外快 然而越研究 石老作为一个纯粹的证券交易外行人 就越是困惑 原则上说 股票市场是全世界最接近有效市场的地方 就是说它的价格完全由供给和需求的平衡决定 但也正因如此 这股市有这么几个特点 一来股市里有很多钱 其次是股市里有丰富的数据 加上在有效市场里 谁也无法真正预测一件商品未来价格的走向 结果就是股市吸引到了无数一流人才和专业机构来研究股票 并且投入了巨额资金进行投资行为 我们作为业余股民 或者所谓的这个叫散户 自然不可能打败市场 更加强调说 把握机遇 顺势而为 既然是顺势而为 要大海捞针似的寻找一个合适的个股 并且持久投资 听起来就不那么容易了 毕竟在一个充满了信息且快速变化的市场里 奇迹如风与不动如山都是很难持久的 这样的选股过程中 概念股就成了很重要的一种选股方式 相较于这个既有股 必须有良好的运营业绩所支撑 概念股只是以这个相同的话题 将同类型的股票列入选股标的这么一种组合 而军工股顾名思义 就是以国防军工话题组合而来的各种股票组合 那我国的军工产业一般来说 可以分为航天航空兵器船舶核工业 以及这个军事电子六个大方向 军工股呢在分类的时候 也差不多沿着这类似的方向展开 如果要细分 这些军工股可以分成所谓的 国防军工行业板块和军工概念板块 其中啊 这个国防军工行业板块中的企业呢 基本上真的是以军事工业为主业的 比如说啊 航天科技集团确实是要负责送人上西天的业务 西非国际背后的企业呢 的确就是要生产各种国产轰炸机 运输机和各种特种飞机的 至于这军工概念板块 那里面的企业呢 更多只是和军事工业的概念相关 至于其主业是不是军工业 某种程度上说呢 哎 并不重要 炒作各种概念板啊 当然不是中国股市所独有 但在中国A股里炒作概念呢 并不罕见 比如借壳上市啊 就是一个炒作概念的重点 证监会啊 从2016年开始就305升 第一就是要求创业板 不准在借壳上市 因为创业板呢 更容易进行这个概念炒作 另外 也严禁 借炒作这个借壳上市这些概念 中国股票市场啊 除了行业具有轮动性 还具有这个板块轮动的现象 那板块呢 既包括地区热点话题热点事件的 比如什么新能源板块啊 P2P板块等等 这板块的轮动与经济周期 或者基本面啊 其实并没有太多关系 更多的是投资者行为 聚集而形成的 这个我们所谓的羊群效应 也就是啊 一般说散户们放弃自己判断 追随大众决策 在选股中呢 搞这个啊 追涨杀跌 热门概念股一涨 周围人一买 马上觉得 啊 来不及了 快上车 股票一跌 这个心态又变上来 啊 来不及了 快逃命 不仅散户会出现羊群行为 连机构投资者也会 基金经理也会相互打听 你的持仓情况 甚至呢 放弃自己原来的判断 而保持与他人一致 在概念炒作中啊 领头羊 一般都是持仓市值啊 超过1000万元的超级大户 而羊群 为持仓在50万元以下的小户 和10万元以下的散户 多数的炒作模式呢 就是这个领头羊 也就是超级大户 直接入场 拉抬股价 然后呢 羊群跟进 对吧 超级大户与中小户啊 它的近买卖行为是相反的 投羊提前建仓 炒作期间呢 近卖出 建仓过程比较慢 但是清仓过程很快 而羊群表现呢 刚好相反 他们呢 慢于投羊 一般呢 进场的时候啊 已经人家投羊建仓完毕了 并且啊 小散户呢 离场不果断 炒作的结束啊 还不用完成出货 被套牢的比例 就比较高了 在这种买卖套利的炒作中 军工股的情况 某种程度上呢 是最难以捉摸的 对于正经的军工企业而言啊 其核心业务 就是关系到国家命运的 军工生产与研发 而对于这些企业 最核心的经营状况 我国的保密制度呢 又决定了 这些内容都是啊 窃密必被抓 抓住就杀头 对吧 结果就是 相关对外公开的报告里呢 对于其主营业务 几乎是没有介绍 比如中行省非股份有限公司 在今年8月份 发布了2020年的半年度报告 在报告中 尽管咱熟知啊 那个生产战机的省非公司 毫无疑问是其注册资本 总资产和营收份额的大头 但是呢 在多达160页的报告中啊 总共只出现了 两次这个奸机机的字样 一次是表明 省非公司的主营业务里 有奸机机 还有一次则是说 省非公司自己 是中国奸机机的腰栏 靠年报没有办法了解这些东西 那大家就得依靠各种公开信息 来获得对企业状况的认知和了解 一般来说 军工股的价格变动呢 有三条线 一是资产注入 二是军民结合 三呢 是武器装备 这其中资产注入 算是所有上市企业的通力 军民结合呢 则是企业拓展各种主题投资 并且与民营结合 产生新的增长空间 而武器装备则是军民朋友们最感兴趣的部分 需要通过各种外补消息和所谓的这个研判 并且公开发到这个引发投资者们的动作 才会引发它的股价变动 比如说航空母舰的相关产业 就会衍生出一个航母概念股的定义来 这其中呢 由原中国传播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与原中国传播重工有限公司 联合重组成立的这个特大型国有重要股关企业 中国传播集团有限公司 作为航母的诞生地 那按说应该是受到投资者的众多追捧 不过呢 无论是2017年首艘国产航母下水 还是18年航母开始进行出海的海市 这只股票都是在消息点前后一路走跌 也别奇怪 毕竟呢 虽然名叫中国传播 看起来好像造航母啊 直接就和它相关 但是中国传播自己的描述是 中传集团核心的名品主业上市公司 也就是说 无论是航空母舰055大区 还是下饺子一样的什么052D啊 054A056 原则上都和上市部分没有关系 但是呢 这并不影响各种股票站点啊 将它作为航母概念股的头牌 加上航母相关的这个节点新闻 以及国产航母海上啊 推荐给各种散户股民 这个不少散户啊 对这个什么毛利率折射的产品竞争力 什么都没有概念 对吧 航母的也没有什么相关的什么啊 存货周转率之类的考量 对不对 巨型央企中国船舶 及国产航母军干股 那一下子就成了啊 闭着眼睛买 鼓鼓都好涨 这样一个选择 在牛是一起牛 熊是一起熊的宏观背景下 这至少呢 也是一条路 类似的另一个故事 就是有关中国航空工业的一系列消息了 在航空工业概念股里呢 不少都要和中国空军最先进的重型第五代歼机机 也就是歼20 挂上关系 这款战机对于中国空军的重要意义 自然是不言而明 因此呢 生产该机的航空工业 成都飞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自然被看作 在未来相当一段时间内 能够获得空军稳定的军品生产订单 且单件产品还价格不菲的优质公司 然而在A股市场上 寻找成飞公司 只能找到一家 叫做成飞集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虽然说该公司的主营业务呢 是这个工模具设计与制造 汽车零部件生产 仅有少部分航空零部件 竖空加工的活 但因为看好歼20 以及歼10等一系列战机 对于成飞集团未来业务的推动 而买入该股的这朋友 其实还是不在少数 之后每次有关中国新型战机的消息内容 不管是真是假 都会有一波与成飞集成有关的热度 当然至于这个公司的股价嘛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己去了解一下 不能看出将这些个股归咎于军概股之中 乃至本身用国防科技领域的各种成就和消息 来推测这些以民品产业为核心的上市公司 很多时候是没有基本面支撑的 从一开始就有点风马牛不相及的意思 以至于施老这样 对军工产业和企业的关系了解了比较多的人 看这些股票因为相关的消息 涨涨跌跌 它更是感觉不明所以 说到底大家在军概股上追逐热点的投资行为 很难说得上有太多理性 毕竟在羊群效应产生的过程中 上市公司分析师媒体机构投资者都扮演了一定的角色 又是投资者成为这个羊群 对于上市公司而言 客观上又是羊群效应产生 那个公司带来短期利益 上市公司甚至有的时候 仅仅更换一个名字就能成为热点 上市公司高管还可能单独或者与机构联合 通过制造什么市场热点 将群体反映羊群效应 推到这个高短期股价 对这个高管减持公司资本运作有利 这个时候分析师本应提供的是 第三方客观的投资评价 但是因为这个激励方式的影响 他们有的时候也会通过羊群效应 推高股价 使自己的业内评价上升 这对于分析师自身必然是有利的 但是最终却造成他的投资推荐并不一定客观 至于到这个媒体 虽然说不是利益攸关者 但是报道有的时候客观上也起到了 信息传播和信息强化的作用 对吧 你把它复述一遍等于你也有责任 最后投资者会被所谓的市场热点所吸引 从而成为羊群之一 其心理原因就是被高收益 但低概率的事件所吸引 一个个的市场热点 会造成相关股票的投资收益 比其他股票好 这个时候就像买彩票一样 如果中奖就会有巨大收益 投资者看到很多把握住热点 且踩准市场节奏的人发家致富了 觉得自己我也有这样的运气 但是他们看中了极端收益 却忽略了这其中的小概率 在概念股的炒作中 真正能获利的主要还是那些有目的投扬 有不少个人投资者喜欢看技术分析指标 并且据此行动 如果散户观察到了某种信号 认为自己很有可能抓住了机会 有很大的可能性 这个时候 有时候就是有人想让散户们看到这个结果 从而让散户成为羊群效应的最后牺牲者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市老呼舟 未来大家有什么想看的 也欢迎在评论区给市老留言点赞 我们下次再见